好,那我现在切换到的这个画面的RMarkdown档呢 是今天特别为了就是说明跟同学讨论一下 上次我们学到的一些Debug的技巧 所特别写的一个R的Markdown 那也是刚好,因为昨天我相信同学都应该收到了 就是第二份作业2跟作业3的那个回馈单 那其实这中间有出现一些错误 特别是作业2,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说同学的那个评分跟评语都 都是那个乱掉的 所以在作业2,我其实是有那个在记了第二次 好,那如果说同... 那今天我也想说借由这个Debug的技巧 也跟同学就是也谈一下各位的目前的学习的状况 好,那我这边所显示的这个是从这次批改作业 它我自己看到的一些过程 我自己发现到一些一个错误的问题 好,那这个错误的问题呢 我是特别写了一个模拟的档案 因为现在如果说就是也是顺便解释一下 我是怎么样把各位的那个回馈单给寄给各位 好,那那么现在的方式是 我们有先建一份就是每位同学的email的清摊 好,就是像现在你们可以在右边这个网页档可以看到 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清单的档案 那它的内容就是像这样子 基本上这个清单如果会主要有三个栏位 那主要就是同学的那个github的账号 你的本名还有你的email账号 这边都是特别有重新加工过 所以这并不是指涉任何一个同学 好,那另外一个档案就是说建立的是跟这个 就是属于说是你的要给你的那个回馈 那因为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档案 所以这个这个第二个这个档案它主要是要用来去抓出说 谁的档案是 就是说像是第一位同学我要给你哪一个档案 就是从第二个这个清单来去抓出来 不过大家观察一下这两个档案我们就就是列出头六个 上一次我们已经学过的head这个函式可以拿来预览一个资料 资料表的其中一部分的资料 那你们可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这个是发生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 就是有记错的一个状一个状况 好那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前面三位的同学 他们的github账号都是用数字来去开头 好那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到在这个第一份作业 用人民看会比较清楚 就是排序是约翰玛丽艾琳 但是在第二个就是说要给你这个回馈的这个清单 清单清单表呢 那就是有就是顺序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跟那个数字的排序有关系 你们可以注意到第二份这个约翰他排到了玛丽 跟艾琳跟艾琳的后面 好那然后呢我要我要给我要把每一个同学要给你的回馈 要跟你的email把它给做一个交集 那我就是用上次我们特别有去遇到的这个inner join 这个韩式去把他们给组合起来 好那这个组合起来后呢 其实你们有没有这里我这个inner就其实到这里还没有问 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这边这个韩式是今天我们会学会学会学到的一个 它是用来制造一个新的那个变相栏位 那因为给各位同学的像是给你的回馈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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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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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我我都是根据你们的Github的账号去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从这个资料夹去抓 然后这边你们可以注意注意到 就是你们的这个net是根据的是feedback这份第二份档案 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第二份档案跟第一份档案 它的差别就在于说是这个名这个Github账号 还有个人的名字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这是最后合并起来的样子 前面这三个栏位跟第一个就是说 每个人的通通通通通讯录是没有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后一个这个新的栏位 有没有看到就是feedback这个是to2077 也就是说我这个应该是要把这个feedback是给这个约翰的 但是因为我在这边我用的是这边是这个档案的顺 是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name的顺序 所以他所以把本来要给约翰的却给了 是本来要给约翰的feedback 但是我却把给玛丽的feedback给了他 然后后面玛丽跟爱玲的这两个 他们也都错也都是错字 好那这个这个这个是其实跟上一次 第四单元最最后的第一bug里面的一个状况 提到的一个状况 我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在这里你们可以注意到 他这个城市嘛 都是没有出现那个什么error 就是不能够执行的这样的错误 但是执行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要的 好那这个在资料分析中 会出现许多像这样的这种错误 这个必须要我们自己对于说 我们的资料结构要保持一个 就是能够知道说 当你要合并要使用哪一个资料去做去做合并的时 你要确认你合并的这个就是合并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符合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所想 就是想说就是想要的 好那这边 这个不是什么那个活 这并不是什么那个活用题 大家可以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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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就是在这个会议室聊天区 你们你们可以那个回应一下 你们觉得如果像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bug要怎么样去解决 我要请大家想想想 就是先当作是今天的暖的暖的暖身 你们觉得如果像这样的bug要怎么样来解决 就是在聊天室去来回应就可以了 OK大家有抓到我的 大家有知道这个问题吗 因为这个也跟各位同学的那个作业的回馈 你的权益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自由的发言 或者是觉得有问题可以举手问也没有关系 OK OK都没有那个想到问 都没有那个想都没有想到要怎么解决吗 有一个比较最根本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改这个里面的档案 就是去改就是把其中就是一份档案 去做一一比对 不排序ID 这个是有排序 但是请注意这个response是新的栏位 是新的栏位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现在 这里不行 这里 主要是 就是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给它做排序 就是把这个name重新做排序 因为你们 不过你们要注意 你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name 它是根据的是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 我就把这个feedback info 因为我是第一个要给酱 那我就是把他的这个 把这个feedback info 就是改成说是mails info 就可以 好 我们可以来试 来看看 现在不统一的是那个github账号名称 还有名字 那名字也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OK 好 这边现在有一个问题 它这边反而是出现说 我看一下 mails info name 对 对不起 我 我知道为什么 那个 mail mail mails info name 里面 它 它是用那个github username 好 你们可以注意注意到 这个点 这个点一下我们会再说 好 第一板 OK好 好现在有没有看到 就正确了 好 好这是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解决方 解决方法 就是因为我们是要是要给的是这个mail里 是根据这个这个账号名称去决定说是给是把那个feedback要给谁 好不过在这里的话这个目前这样看起来是解决不过在实际的状况上 比这个更复杂的多 因为 因为 其实每一个作业里面 会是 我现在都是根据同学有真正教作业的状况 好那这个 好那这个 好那这个feedback 那这个feedback 才有比较完整的名的这种名单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好就是说 不是每一次所有同学都会准时交作业或者说有些同学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作业的所以feedback是 mails info虽然是完整全班的名单但是真正反真正就是显示说谁有交作业的是feedback info 所以有所以在实际的状况下我都是要根据这个feedback info去做那个去抓到说是要把这个这个名单是要给是要就是给谁 好所以这个这个是慢这个是是现在所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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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在实在实在实际上好就是做这种资料处处理会遇到的这种 嗯 就是说就是说 程式在R的执行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执行结果并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也是一种bug 好那这种bug 其实其实老实说并不是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会遇到的 好这里我是觉得这个很值得各位同学学 然后我也觉得可以借此顺便岔可提讲一下 因为我有听到说有很多同学 而且我觉得这是全台湾的心理系 特别是刚入学的那个大一新生都会有的问题 都会有的问题 有些学生觉得自己进心理系好像是 所以我们先稍等一下 先稍等一下 喂 喂 喂是 喂 喂 喂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些事情 那个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各位同学的这个 就是说有同学觉得说好像进心理系只是主要是要学怎么做资商啊 当心理师好像学统计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各位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一些想 个人的一些想 个人的一些想 个人的一些想法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debug 其实是每个人 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像这个心理师或资商 就是更主要的就有一个专 有一个专 有一个专业其实就是在帮助人去把去面对这个 这个他日常生活中 他你就是我任何人都有可能就是说 自己不知道在哪边碰到 碰到了一个bug 碰到了一个bug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它 那透过去学这个 去这样的一种学 这样的一个学习方 一个学习方式 我是认为比较新世代的这个 这个资商或是心理师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观 一个观观观念 你可以帮你自己 或者说更能够有去知道说 该怎么去 怎么怎么其他的这种方面 去帮助人的这个技巧 那当然这个 这个这个是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 没有相关的主题啊 不过我是想说借此 来跟那个目前还有些 迟疑的同学 给你们一些鼓励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接着这个下来 我想要跟各位 就是谈一下 你们现在都 因为你们现在都已经收到了 三次作业的这个 评分的嘛 所以我来要 我 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呢 就是看一个 就是全班的这个分布的 就是评分的这个状 评分的状况 那我建议你们可以 你们 你们呢 可以 可以 可以把自己 的个人的评分表 也一起打开来 来看看 OK 那因为这里 也同样就是 直接就使用到 我们在上礼拜 第四个单元 学到的东西的 在那个 以 那个 资料科学 这个取向来 学统 学统计的话 其实都 其实都是从 怎么 怎么样 清理整顿资料 那怎么样 清理整顿资料 其实也包括说 把那个资料中的 一些 基本的特征 用表格 或还 还有一些 视觉化图形 给表 给就是 表现出来 好 那 呃 那各位 现在里面 你们都会看到说 你的那个 评分表上呢 都会有 有一个说 你现在的这个 评分的等级 是以全 是在这 在那一份作业里 好 你的那一份作业 在全班的 评分的等级 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以及就是 你们 你们可以在那个 你们的每个 每个评分表的中间 都有一个三个项目 就是 你有没有准时缴交啊 然后 有没有那个做到标准 然后有没有做活 做活 做活用题 这三项 可以算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三项 当成是一个 呃 要 搜集点数的 积 的积分 每一项最高 是可以搜 可以搜集到四分 所以最高分 呃 有三次作业的话 那最高 如果你 你三次都很不错 那最高是可以到 三十六 好 那刚刚 我从这里可以看到 现在那个最高分 积点的到 是到二 是到二十八 然后最少是二 那这个 那这里 我的排 这个表格的排序 是根据那个 是 全班的积点 还有这个 评分的 这个等级去做排序的 就是排成那个百分之 从 从 从那个 从那个百分之零 排序到百分之百 好 那 那么 呃 我 那么我在根据 这个排序 你们可以看到 这排序不是变成了一个 五个 就是 五个那个 等分 然后就把这五个等分给切成这四个 切成这四组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那个这个 G1 这一组就相当于是 大约是在排这个 百分之百加 那个 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 就那么 呃 然后 然后那个 G2 第二组就是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五 五十五 是在中间 然后其 然后其他两个 然后 这个第三跟第四就分别是百分之五 五十二十五 然后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零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G2 第二 第二 第二组 他的这个小提琴图 长得特别奇怪 因为这一组同学全部都是 呃就是 这个我是根据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评分的等级 好 那这个评分等级意思是 呃 请各位 各位可以用你自己现在手上你的那个回馈单里面 你看到的每一个作业 就一就一开头不是就给给你一个评分等级 你可以先把你 你是拿到那个ABCDE 你每次会拿会是有一个 其中ABCDE其中一个 然后你把它算成 呃 变成说是这个五四三二一 然后你把三次做作业这个换算之后的这个分数加起来 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大概是在哪一组里面 好是哪一是哪哪一组你们现在给给呃就是在这在这里 那我 这个 这个我是因为目前我还不会公开 所以请如果同学想知道的话 你现在就截图下来 好注意哦就给就给就给给给你们的时间那个 就 就 我在解说这个时候就让你们去截去做 去做那个截图 好如果你们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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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知道比较明确的资讯 就office hour你们再去问那个助教 好 那个助助助助助教有比较详细的资讯 就是可以看到看到说你现在是在哪一 是在分在哪一组里面 好那你们可以那我现在主要是要跟各位说 好如果你是也是在那个第三组或第四组 你不用太气馁 因为现在这个G2在显示一件事我那么我我自己也是觉得 这门课的课程或是他的教 他的教学安排放到全台湾任何一个心理系 可能如果都是上到现在应该应该每一个每一个系的状况都是差不多 那这四组的人的人数其实大概都是很接近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目前有全班有有有就是有那个有那个不但是有正式修课 然后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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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己设G2帐号来缴作业的同学来说有94位 那大概就是这每一组的人数大概就是这个94位等分就是成就是除以就是除以除以四大概这样的人 再是这样的人数那第二组特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这20位同学都是这个以这个评分等等级去换算总分都是10分 所以所以我这里才才特别写就是有特有特别写写算 所以他的这个小提琴图这个小提琴图它其实是是一种那个是一种那个次数的密度去的一种估的一种那个估的一种呈现 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这么多人都是挤在这个分数 那他的那个边界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那么我为什么由这个来有是由这个来看也是特别要鼓励说是第三第四组的同学 你们还有机会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这个前就是这个第二组所涵盖的范围都还有包含这两组同学的这个范围 就是把你的这个学习状态再提升到跟第三组一样 好那第三组同学其实你们也可以看那个最顶端这边 虽然你们没有那大部分的这比较说大部分的同学只是比第二组第三组里面大部分的同学大部分只是比第二组同学差一点点 好你你你你你你只要在那个努力一下你你你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学习状状状状状态给那个提升起就是提升起就提升起来了 好所以这个不过前不过这个现在我就只能说 这个统计图就只能够告诉我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全班的学习状况 但是你自己要不要去那个调整你自己的那个学习状态还是要看你自己 好所以就是呃我要我就是也就借此啊就是要那个特特别跟跟这个比较 目前看起来呈呈现比较落后的这两这特别是第一这第四组同学给一些精神喊话 好就是你们还是有机会的只要你你你你是有愿意的话 好那你就就可就可就还就依就依然还是可以在这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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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就是学就是学到一些东西 好那好那我这个下一次再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作业的全班的目的状况的分分析预定会是 呃好可以切换到我切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说就是预定会是到第八个单元之后也就是在这个好也就是大概是在第十一周期末专题说说明会我才会再做一次这个这样的一个呃分析跟说明好那我是希望到这个时候呢呃可以就是说 呃呃就是我希望啦最理想的状况是已经没有第四组了只有三组同学 然后大家只是说只是说是是呃就是那个可以分布上来分额分布上来分布上来说是有那个重叠的状况 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可以说这门课他已经达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目标 好那我就那那么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个是除了说不但说呃 复习一下上次的谈的东西之之之之之之之外也顺也顺便呢跟各位来聊来那个谈一谈一下你现在的 学习的状学习的状况学习的状况好我这边先暂停先切一段停停止录录音